大家好 今天又到了翻牌的时间了 咱们看看最近大家在节目里有什么有才的评论 会员朋友夜火红莲问了一个问题 说前一段看了龙之家族 里边有亲兄妹结婚和亲叔叔娶自己亲侄女 说是为了保证自己家族的血统纯正 想问历史上有没有皇族和知名贵族之间兄妹结婚的 这种事其实是在历史上应该说是比较常见的 最典型的就是古埃及 古埃及法老都是跟自己的妹妹结婚的 典型的你看埃及元后克里奥佩特拉 他就是嫁给自己的弟弟 当然他的弟弟后来跟他等于争权夺利 然后他在凯撒的支持下就要把他弟弟给弄死了 他们就为什么这么干的 就是为了保持血统纯正 我们是太阳神阿蒙的后代 所以我们不能够跟这个凡人结婚 我们必须是跟这个自己家的人结婚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再一个呢 你像这个朝鲜的高丽王朝 就是王健建立的那个高丽王朝 高丽王朝呢 他也是国王娶自己的堂妹 那个不能娶亲妹 娶唐妹 为什么呢 他是为了怕这个外戚专权 这样的话呢 他皇族跟后族是一个家族 就不可能有外戚专权这种事这个发生 当然到后来呢 这个就推行不下去了 因为高丽被这个蒙古人征服了 所以高丽的国王都是娶蒙古的公主 像这什么鲁国大长公主 齐国大长公主 都是娶这些人 高丽国王都有蒙古语的名字 你比如说这个 这个什么功顺王 他的蒙古语名字就叫博言帖木尔 他们都有自这个 都是在元大都长大 一口流利的这个蒙古话 他说这样 还有就像日本 他也是这个皇室之间互相通婚 你一知道这个昭和天皇 他的两子皇后都是皇族出身 当然就是可能那种出了五福了 就辈份的比较远了 他不会跟自己的亲兄妹什么的结婚 他也是为了保证这个 就是天照大神的后裔血统得纯正 到那个谁就是藤原不比等的女儿 就是这个光明皇后 日本历史上第一个非皇族出身的皇后 都到中国唐朝了 都大化改新以后了 就是唐朝以前 他都是跟这个皇族通婚 都是这么说 就是保持血统纯正 所以这种事还是很多的 还是很多的 网友朋友Bad Big问了一个问题 说为什么在千年前 东西方从未交流过的情况下 双方最开始国与国之间的战争 都是贵族才可以参战 平民只能做辅助 这种贵族参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是经济原因造成的 因为你打仗是要花钱的 那个时候国家是不出钱的 国家不出钱养活军队 你贵族是有保卫国家的义务 平民也有保卫国家的义务 但是你想那个军事装备是很昂贵的 你甭管是古希腊古罗马 还是过去的这个这个先秦时代的中国 像那战车呀 甲骤啊 兵器呀 这是很昂贵的 尤其是那个武艺这种东西 是吧 武艺这种东西 你只有那种脱产的人 没有养家糊口压力的人 他才能够有时间去练习武艺 包括这个学这个排兵布阵 打仗 这些个轻易用不上的东西 所以中国人不是讲穷文富武吗 对吧 你穷人你练不了武啊 你没没有时间去练武 你看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外边老卖那个什么 卖那个面人啊 什么这个就是朱买臣 扛着一块这个柴火 然后手里的拿着本书再看 你可以一边打柴一边看书 你能一边打柴一边练武吗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就为什么是这个 都是贵族参战 平民做辅助 这最早就是因为经济原因决定的 是吧 这跟那个互相交流 没有没有关系 因为你们那是贵族参战 他等我那是贵族参战 跟那没毛关系 好 这个网友朋友黄飞强 问了一个问题 说这个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 美国把太平洋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 日本吞并满洲 美国政府还可以容忍 全面侵华就不能容忍 即便老蒋不是美国的盟友 美国也无法容忍 而在大棋局一书中提到 美国无法容忍某个国家独霸欧洲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美国对轴心国摊牌是迟早和必然的情况 这个美国没有先动手 是国内有很强的孤立主义势力 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 这就是这么回事 美国就是因为 他绝不能允许有人 这个就是独霸太平洋 或者独霸欧洲 对他的势力范围构成威胁 这是肯定的 所以美国就一直在找一个机会 跟这个轴心国翻脸 那偷弃天中港 不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 就是这意思 网友朋友湘礼 问了一个问题 说先秦时代 贵族和平民 有没有指挥部门和调度部门 是自己单打独斗 还是由国王指挥 平民如何组织 是由那三个贵族自己找人 还是自发跟着贵族走 当然得有人组织了 是吧 这个没有人组织还行 那是打架 打架也得有人组织 是吧 所以你像这个 这些个贵族 他都是一层一层的 下级对上一级负责 最高一级的贵族是向国军负责 那个不是国王啊 因为这个先秦时期 只有一位国王 就是周天子 剩下的就是那些公侯伯子男爵们 他们都有这个统一的 这个军事组织部门去调度 至于那个平民如何组织 那就是发动这个 就是贵族组织 自己领地上的平民参战 就是积小成多 每一个小贵族 投入到大贵族 按照一定的这个顺序编排起来 那就是这个五格为五啊 然后五五为两啊 这个然后这个四两为族 五族为旅啊 五旅为师 五师为君 就这么来组织起来啊 好啊 这个网友朋友 A N S O N G 曾问了一个问题 说有人说啊 一压二压当中 清军败于人数处于劣势的英法军 是因为清军惧怕近战肉搏 这个英法军一次刀冲锋 清军马上就溃散了 可为何清军能与大概同时期的太平天国军队展开大规模的血肉搏血战 怀军乡军战斗力较强 为何之后这个依旧欲裂强 还是一败再败 那请分析一下啊 呃 这个清军能跟太平天国展开大规模的这个血战 这个说法呢 不确切啊 不确切啊 就是原来的这个八旗兵 绿营兵就是因为不敢跟太平天国这个肉搏 所以才被太平天国一路从这个广西突到这个南京 曾经有过七名太平军挥刀 追着其几百清军跑的这样的战力 这些清军硬可跳河 也不跟这个太平军血战 啊 也干也干不了这种事 至于你说的那个湘怀军 他是一种新军了 啊 他一种新军按照这个契机光的那个练兵方法组织起来 经过严格的训练啊 有忠义血性 就跟那种那个八旗绿营就完全不一样了 嘛 所以他敢跟太平军血战 那是因为后来太平军的这个战斗力素质也下降了 不是当年就从梁广出的那些老弟兄 那也下降 至于这个湘怀军战斗力强 为何遭遇猎强 还是一败再败 那这个原因就有很多方面了 那比如朝廷的犹豫不决呀 妄图这个以疑质疑呀 这个决战之心不强烈呀 具体到这个军事的水平上讲 比如我们的装备普遍的比西方列强还是落后一代 你用的这个比如说像那个枪什么的 西方列强都已经装备机针枪了 你还装备前装滑膛枪 都是人家淘汰了的 卖给你的 特别是美国南北战争之后 大量的这种前装滑膛枪被淘汰 然后人家都已经用这个这个连发步枪了 你刚用单发步枪 普遍的比他落后一代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呢 就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说你的军官啊 没有军校培养出来的 那大部分都是航武出身 而且最要命的一点呢 就是清军的最大编制就到营 一个营大概就500多人 500多人 所以呢他一个统领 一个营的这个统带 指挥一个营没有问题 然后你让他比如指挥两个营三个营 就是清军如果是那种千把来人规模的会战 他也没有问题 因为他的指挥官指挥这个两三个营三四个营 没有问题 你一次比如出动二十个营三十个营 这个时候这个指挥官就指挥不了了 为什么呢 你最大编制就到营 上面没有团 没有旅 没有师 那你想你你一个这个指挥官 你一个统帅两三万人 好几十个营 你同时要指挥这好几十个统带 这就乱了套了 而且他关键也没有参谋制度 那也没有人给他这个提醒 就都都只还是跟古代那种排兵打仗的方法一样 所以你这种这种军制是很落后的 你还不如这个就是先秦时代 就是不如太平天国 所以太平天国为什么打仗老能打败清军 就是他的编制非常合理 他跟完全可采用周制 就我刚才说的那个啊 这个武啊 然后这两司马呀 足啊 然后铝啊 师啊 军呢 所以他一个军一万三千多人 一万三千多人 一个军帅指挥五个师帅 一个师帅指挥五个铝帅 清军就是一个营五百多人 一个营五百多人 然后呢 就一个一个这个统领 他底下多少个营 他要指挥那么多的这个营长 他根本干不了 这没没法指挥 你哥今天你这么着你也得乱 你哥今天这么着你也得乱 那所以就是 那编制也很落后 直到这个袁日凯小战练兵 这种局面才得到这个改变 啊 好啊 这个 呃 网友朋友 Johnson Robert Mr 那问了一个问题 那说这个经常听见 中国古代靠丝绸之路 跟西本国家通商 怎么通商 古代中国的货币在外国能用吗 兑换率之类的 看起来应该是现代才有的概念 古代没有兑换率 怎么交易 是以乌一物吗 对以乌一物 那以乌一物 而且呢这个呃 主要是换取西方国家的呃 金银币啊 罗马啊呃 丝绸之路 萨珊波斯啊 东罗马帝国啊 他大量的这个金银币流入中国 那所以你看在这个汉唐时代的古墓当中 经常能够挖掘出这个波斯啊 什么这个罗马帝国时代的他们的这个这个这个金银币啊 咱们是换那些东西包括也换人家的一些东西 而且这个说句实在这个通商呢 中国的商人是不会出国的啊 顶多就到边境啊把这东西卖出去啊 然后呢这这像欧洲的商人也不可能来中国 主要是靠波斯 阿拉伯的商人当二刀贩子 所以真正发了财的是这个西亚国家 那就是包括这个呃 帕提亚啊 什么这个萨珊波斯啊 包括这个阿拉伯帝国啊 东罗马帝国 这些国家发了财了 靠着斯特之路发了财了 那是这么回事 那就是主要就是一物一物 中国的铜钱只是在这个日本能够流通啊 当做货币使能够流通啊 呃 网友朋友MarkSEMENOV 问了一个问题啊 说这个看了不少有关宋朝的文章与书籍 想问一下两宋三百年不易兼并和高税收 某种意义上呢 导致了小规模民变不断啊 是中国历代王朝之罪 大规模的民变几乎没有发生 那您认为是政府镇压力度比汉唐更大 还是社会的二次调和 呃比汉唐好 那还有呢 您认为两宋发生众多小规模民变的原因是什么啊 原因的你都已经说了呀 不易兼并啊 他这个田立不至 所以这个宋朝皇帝他认为这个 富者田连千末 正为国守财尔 所以这个这个呃 为什么说这个宋朝积贫积弱 其实你说宋朝经济那么发达 他怎么可能贫弱 他这个贫弱指的是朝廷 钱不在这个朝廷手里 那在这些大地主豪强的手里 就所谓的这个呃 庙穷和尚扩 那等真到这个 国家需要用钱的时候 那这些个富士们想办法隐匿财产啊 抗捐抗税啊 所以反而是这个国家拿不到钱 那是这么回事 所以就这个原因就是你说的这个原因啊 小规模民变多 至于为什么大规模民变非常少 那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北宋的养兵制度 那北宋的养兵制度 是吧 所以这个呃 这个呃 宋太祖皇帝就说 那个历百代的莫如养兵啊 把那些社会上的 所有的不安定因素的那帮人啊 你想啊 民变的民导人都是什么人 是吧 没有老是芭蕉的农民民变 一般来讲都是那个 咱说的不好听的话 就那些游手好闲的 什么这个地皮儿溜子啊 都是这些人 他就领导民变啊 现在把这些人全部招到部队里来 对吧 所以你招到部队里来 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呢 地方都剩下老十八交的农民 所以一旦 荒言凶遂 有叛民而无叛兵 那这样的话 你的老百姓的组织能力 动员能力 包括这个军事训练的水平 你跟这些个这个军人相比 就差太远了 而且这个北宋又是这种 募兵制 他又不像其他朝代 是民兵制他是木兵制 地方的老百姓他也不练兵 也不习武吧 所以你这大规模造反 组织动员能力 什么战斗水平都差得很远 因此你看那什么中向洋腰啊 什么这个方辣 这都是很短的时间 那就被镇压下去了 那基本上都是地区性的 没有全国范围的 包括这个北宋初年 这王小波李顺 那都没出四川 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 好 网友朋友江小白问了一个问题 说这个宋金能议和 为什么后来的宋朝皇帝 不学高宗赵构 不和蒙古议和 假如宋和蒙古议和 还能延续吗 谢谢袁老师 不能延续 不可能延续 因为金没有能力灭掉宋 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就我灭宋根本的不行 是吧 这个完颜勿竹 这个搜山浅海抓兆构 下到江南 结果皇天荡一仗 被这个韩世忠打草去了 一回到北国之后 冯仁就握着人家手就哭了 说这下江南太不容易了 这个九死一生 差点回不来 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没有能力 去这个 就是去打这个宋朝 把宋朝灭掉 而蒙古不一样 蒙古不一样 首先说 你看那个 金国在吞辽灭宋之后 没多久 他开国的那一代名将 基本上就凋零殆尽 有的是病死的 有的是内部这个争权夺利斗争 就被清洗掉了 开国名将 基本上就凋零殆尽 完颜勿竹 已经不算是那一代 开国名将 像什么完颜宗府 完颜宗旺 那才是 这就是詹罕 那才是开国名将 完颜楼屎 就没了 那一代就没了 到完颜勿竹 他就已经不算什么 开国名将了 所以这个宋的实力 在不断的上升 金的实力 在相对的下降 双方实力平衡 所以义和 没有问题 而蒙古人 自从成吉思汗建国 战争就不断 代代出名将 一代一代的 出名将 尤其你比如说你像苏布台他们家 父子三代都是名将 苏布台 乌梁和台 阿树 三代都是名将 他不断的在打仗 什么东征 西征 然后打越南 所以他锻炼出了一大百战精兵 和一大批的这个名将 一大批的名将 所以他在军事实力上 是比宋占了压倒性的优势 我就要灭掉你 我有能力灭掉你 跟你一个毛了合 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想一合也没用 好 这个 货元朋友 龚锦 哎呀 都督 都督问了一个问题 说这个 同志皇帝驾崩的时候 慈安太后还在 按道理来说 慈安是正宫太后 慈禧为什么就做主立光绪呢 难道在那个时候 慈安说话就没有慈禧好使吗 还是一直就是慈禧说了算 基本上一直就是慈禧说了算 慈安没有主见 而且慈安呢 也没有 对政治也没有什么兴趣 他是正宫太后 但是你毕竟不是皇帝的亲嘛 而且呢 这个咱说点这个什么的话 皇上 这个就是咸丰皇帝一驾崩 同志皇帝一继位 两宫并称二圣 母后皇太后 圣母皇太后 并称二圣 其实不分谁高谁低了 这个文宗皇帝在的时候 一个是皇后 一个是皇贵妃 有高有低 文宗皇帝驾崩 慈宗一继位 他基本上就是都是太后 你比谁谁谁比谁高多好 一个住在中翠宫 一个住在主秀宫 谁比谁高多少 已经不分这来了 而且慈安这个人呢 性格又比较甜淡 然后对政治呢 也不是那么特别感兴趣 权利欲也不是那么强 所以一直就是 就是他 等于说他也没有主心骨 一直就跟慈禧这个说了算 而且他也 就是说 不像那个影视剧啊 什么里面描写的 杰尔雅勾心斗角 然后他一直什么防着慈禧 然后一直压着 没得一说 他其实一般是对慈禧 就是差不多言听计从的 就是这样 而且最关键的是 这个牧宗皇帝归天之后 罗列了一圈 这个接班人 就是到底谁能这个成继大统 你肯定已经 你得找这个禁止皇族 只有这个七爷的儿子最合适 就是这个七爷 因为这个六爷的儿子 已经就是个浪荡子 带着皇上逛妓院 这六爷已经把他废了 五爷的儿子 五爷就是一个大酒包 他儿子行吗 然后这个八九爷还小 只有七爷的儿子能成继大统 就这么回事 慈安也同意立他 不是说慈禧立主立他 这得是大家商量来的 公秦王什么都统一了 都统一 这不是慈禧一个人说了算的 是这么回事 好 那最近大家的评论 咱们今儿就回到这儿 感谢大家收看 也欢迎加入我的会员频道 谢谢大家